哈喽,大家好,我是饭也小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本身是怎么样去切这个 Oggen Bite散步的 那在这里首先也是要先说明一下 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切的方式呢 并不是专业的切割散步的方式 纯粹是我自己在家,然后也没有设备的情况下 就稍微的去处理 首先,当然你必须得从浴缸里面稍微的拿一部分的水出来 尤其是这些我们即将要切割的珊瑚 其实你刚刚在切之后呢 珊瑚本身是会受伤 而且也会觉得很,我们所谓的很stress so这种时候,如果你会在一直不停的变化环境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修复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最好整个过程都能够用回你鱼缸里面的水 其实对珊瑚来说,本身没有这么的伤害 所以我个人本身都会拿一个桶或者一个盆 去把我鱼缸里面的水装一部分出来 然后就稍微的再拿这个珊瑚 去把它移到这个盆里面 那虽然这个过程珊瑚是有受到惊吓的 但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同样的水质 所以对珊瑚来说,它本身是没有这么辛苦的 而关于切割珊瑚的这一个过程呢 其实有更加专业的器材 而我个人因为在家,我也不可能去买这样专业的器材来做 我也不是专门在Frag Coral,然后不停的切割珊瑚 不停的生长,不停的卖的人 所以我更加不值得让我去投资这一架这样的机器 所以我呢,本身会看珊瑚如果好像这种Organbite呢 因为它本身是很脆弱,很容易就可以裂开的珊瑚 我就会拿很普通的小刀 去稍微的把它切割成几个不同的部分 那当然这种Organbite呢 一般上当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壳的时候呢 它下面的骨骼会越来越高 如果这种时候你只是把它分割,却没有把它切成 可能把它下面的骨骼去掉的话呢 你到时候就会拿到一壳又瘦又长 然后很难去找地方放的 3,所以我个人在把它分成各个不同大小的板块之后 我又会再把它抵补一些没有伤害到它的那一个部分 把它切掉 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去把它放进鱼缸 那刚才有说到尽可能的让它维持同一个环境去做这个过程 那也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你不要直接就在鱼缸里面切 那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Organbite其实本身它很脆弱嘛 我也说了 所以当你在切割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碎片会跑出来 那如果你在鱼缸里面做这个动作的话呢 会有两个后果出现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碎片弄到你鱼缸到处都是 第二个就是其实在切割的当下 砂壶本身一定会有一部分的毒素排出来 因为它们在想办法抵御外敌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你鱼缸里面去进行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就代表把所有的这些毒素都把它放在你鱼缸里面 所以我们都会拿一个盆出来然后把它切割了之后 在一些更专业的地方呢可能就会稍微的放一些像Iodine啊 或者一些不同的treatment啊去让这个珊瑚修复的更快 去让它修复这伤口 而我因为在家自己做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做这个过程 我基本上就是切了之后再把这一盆的切好了的珊瑚 把它慢慢的排进去这个鱼缸里面 当然再把它放进去鱼缸前我也会稍微的就是我们在水里面的稍微的去摇一摇 它让它尽可能的把碎片啊或者把一些东西去掉 然后就一颗一颗把它排回去珊瑚里面 那我个人也并不会在切了这个珊瑚之后呢 就把它送去另外一个鱼缸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它在切的时候受伤了 这个时候你又再运输它又会再stress一次 然后再放选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它又再stress多一次 其实这个珊瑚的死亡率就会提的非常高 所以尽可能的切了就放回在你的鱼缸里面 当然在这个前提你要先知道你的水质本身是OK的 好像我这个鱼缸我前三天才刚刚做了一次的maintenance 把所有的KHQCM也稍微的调整回去 对珊瑚是有益的状况 所以我个人就这样切了就这样把它放回去 那也因为我这颗珊瑚本来放的位置也满挡很多珊瑚的灯光了 所以也趁着这一个机会我就稍微的放了多一块的石头 去让我这珊瑚可以在更高的位置 而让它可以成长的更好 那剩下的这些东西摆完之后呢 其实我最后这个桶呢 就会剩下很多这些所谓的骨骼碎片啊 里面也会有一些可能我刚刚切了 变成非常小块的那个organ pipe 但是因为我的鱼缸也确实也放不下这么多 我这边其实已经有大约11颗不同大小的organ pipe 在我的鱼缸里面了 那剩下的这些呢 我一般上都拿去丢掉 那如果你们觉得既然这个是个骨骼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晒干啊 磨成粉啊 变成Q线粉啊 还是什么啊 如果你们有这一方面的知识 或者你们有这一方面的经验的话 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我也可以知道 下一次如果我在处理珊瑚 剩下这一骨骼 我还能够拿来做什么 那基本上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个人在切割这个珊瑚 这个尤其是organ pipe的 这一个珊瑚的整个过程 那当然不同的珊瑚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好像有一些比较硬的 可能我就要用一些锤子啊 配合那种啊 我们所谓的螺丝笔啊 就稍微的敲敲敲敲敲敲敲 给它裂开 这样的方式去做 这个是我个人的方式 当然它并不是专业切割珊瑚的方式 只不过这是我在家 我个人能力能够做到的方式 也可能可以成为你们的其中一个参考方法 那你们还有什么方式 或者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 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剩下的谷歌能够做些什么东西 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